不習慣說 黑白顛倒 幾次坐一會兒 坐一會兒晚上 坐十四點鐘那邊還晚上 剛才七點鐘 所以時間就都亂了 這樣我講到這裡講不完 我來繼續 首先 如果早上睡不好正常 如果晚上 今天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十點 你會很累 可以就很好睡 一般都這樣 所以你們今天要比較辛苦 沒關係 辛苦為了我們台灣 為了我們的怕怕順順 OK 那麼 今天我們這麼辛苦 有一個原因 我來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 在美國在開一個 這個外科醫師的 這個 這個國際的健康 我們也會有一個下午茶時間 我們也有三個國家的醫生 就在 做人家在開港 喝咖啡 喝茶 一個是日本的 一個美國的 一個我們台灣 日本醫生 就說 好 我現在 醫術 鮮微技術 很好 我 有一個小孩 剛才差不多十歲 他唱好 他唱好 飛車 整個都到處 我用 選 微創手術 這樣 接好了 那小孩 15歲 在 世界鋼琴比賽 就冠軍了 我 標記說他接得很好 也美國 就說 我們也是十年前 我們也有一個年輕人 齁 穿好 腳在截肢 我們把鴕鳥的腳抬起 人家奧英 比賽中冠軍 台灣這個就 微微笑 那兩個醫生 你們台灣 我們二十年前 有一個四十歲 車子怎麼 扣起的腦腔 都 都拌出 我 我們 用鴕鳥的腦 把它抬起來 現在在台灣 在做總統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麼辛苦 豬腦袋在幫我們 插 要看鴕鳥的好 好 OK 今天鴕鳥有什麼 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很像鴕鳥 你知道 我們的鴕的配件 從荷蘭那裡印出來 現在很會 鴕鴕得很好 我會叫我做小孩 我們家的那個 我媽媽也都鴕鳥 我如果要煮菜 或是要做什麼 就要去買鴕 才有錢 人家鴕鴕 我都差不多鴕鳥 大概兩百天 就能買還是鴕鳥 但是 1949年 從中國他們現在 大概兩百萬隻的鴕鳥 來給我們鴕鳥 鴕到現在鴕六十幾年 還沒台幣 我們繼續還在鴕 所以我們都養殖婦 養殖婦 你們還要鴕鳥嗎 我們今年沒鴕鳥 鴕鳥 鴕鳥 沒有鴕鳥 就沒台幣 對對對 我們有之一同 大家來拚 OK 好 好 為什麼美國跟我們說 台灣不可以公道 奇怪 我們台灣人都想不到 你不美國 和稱自由民主的國家 你們自己都在選舉 都在公道 你們的酒如果在辦選舉 就有些酒的事項 都藍藍在這個 酒的選舉裡面的公道 台灣人 也是在你的 自由民主的交友之下 我們才不能公道 我們台灣人很納悶 其實因為台灣的地位 還沒弄清楚 台灣的國際地位 還沒有正常化 就是台灣 在1950年 6月25日 寒暫爆發之後 杜倫門總統 所以發布 台灣海峽 中立化 台灣地位未定 派第七艦隊 在台灣海峽 中線 在巡議 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 不想讓 中共 來替台灣 刺化台灣 第二的作用就是 也不想讓 中共發動 什麼 反攻大陸 因為 北安 剛才回來 美國 不要兩邊 用兵 北韓要出兵 台灣 不要為了 中國打 所以 就事前訪問 叫第七艦隊 在巡訪 那麼台灣 我們不會 頂公道 就是我早說的 台灣有兩個 一個債權人 一個是所有的 全人 這個 美國的 這個 戰爭 我們還沒行 所以 我們不能 拐拐拐 說 沒有 就像說 我們 台灣人 躲在這塊土地 那是天空 可以說 讓我們躲在這裡 那麼 就像說 我們在座房 好 啊 座了六十八年 好像不錯 不然 我們三兄弟 來公道 這間座 變成我們 好不好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座房 要台灣 獨立建構 要公道 要統一 在這個 前面 你看 我們有合理 你來座房 這塊 不是 你有所有的 反正啊 你哪有自個 公道說 要來獨立 要建國 要投入 在全人 跟這個 所有全人的 掌控 這不合 法理 OK 所以台灣不能夠公道 另外一個 不能夠公道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那個 中國國民黨 跟我們 奴法教育 跟我們 育民教育 各個都台灣人 一半以上 都變成中國人去了 你如果把2008年 到2012年 成長 跟蔡英文 跟馬英九 通牌 的 中國人在選 你如果跟他當作 統一公圖 是不是我們輸 兩次都輸 美國帶就有防備 你台灣人頭部 清潔 你就辦統一公圖 如果2008年 就輸 兩百萬票 那輸得很累 小英輸 八十萬票 這如果以國際人數 外國人 看台灣說 你們台灣人 就 開心 要選一個 通牌 要跟中國統一的 我們資料更慘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解放軍 今天出兵來 逮捕台灣 你們統一公圖 都通過夜 他來逮捕台灣 每日沒有 合法出兵 四處五民 他要尊重台灣人民 民主的選擇 他民主國家 是要尊重人民的選項 他就要幫你 阿嬤就要和阿公阿統 所以解放軍來 每日安保條 要出兵 四處五民 你如果來打 跟台灣人說 我們就要跟他們通牌 你打什麼 台灣人說 跟解放軍做的 每日在修繭 哇 就慘了 所以 美國黨 無論我們共同 這兩個原因 一個 還有兩個老闆 一個在權人 跟所有權人 還有一個就是 台灣人頭到阿伯 反洗腦卸回來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事鬧的工作 就是說 我們過去那種污染 中國的毒 儒家思想的毒 放在裡面 他是要用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他就是用 君君 臣臣 夫婦 侄子 有沒有 他們都在做 皇帝 做軍 我們都做臣 我們做臣民 就要跟他學歸 來 夫婦 侄子 他們都做老闆 我們就做孩子 來賺人 給他吃 所以你看 他們中國人的福利 都特別好 尤其他們自己定的法 是要定我們台灣人遵守的 不是他們中國人遵守的 所以 法律如果 如果中國人 法律會轉彎 就像說 阿扁有陶宅 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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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陶宅 現在要去關 阿嬤英雄 陶宅 陶宅 整個他說的 沒事情 講到什麼 大水庫小貴的理論 因為中國人 這個 檢察官 法官都會替他 找理由 拖罪 好 好 來 為什麼要台灣美國政府要台灣民進府訓練4000人 這張秘書廳也說 要核發41萬分的台灣政府身份證 41萬分就是一個基本的數目 至少你們台灣人這麼多人有確訓 現在來自類似種子教官 繼續去團播正確的台灣法理論述 如果這樣情況下 美軍如果進來 我們是會反應 如果有受過分就差不多都會反應 你如果說台灣人那些生病中的人 他會把美軍拼一拼一拼 美國當然沒有要發生這種事 希望我們來的時候你們是放炮 放彩帶給我們經濟 不是拼一拼一拼一拼 這就是說要起碼有基本的 這個 贊成美軍進來的人 這個數量 OK 好 我們來看說 美軍占領台灣的法理的依據和跡象 這我簡單拿幾個例子出來說 如果有基本的事我就會說得最少 我們是因為 一九十五年 這個麥克阿瑟一般民意是因為 一九十五年由美國參謀聯繫會議議 在八月十七日由 杜魯門總統核准之後 比較受款 麥克阿瑟將軍 在一九十五年的九月設議 在日本的東京 東京的東京灣 秘書旅建監管 受賞典禮 那天來發佈 明令總結 代表民軍接受在台日軍投降 明令總結 這是因為杜魯門總統是盟軍的最高統帥 麥克阿瑟將軍 他是太平洋戰區的統帥 今次就只是中國戰區 那時候有分 歐洲戰區 中國戰區 和太平洋戰區 那麼我們台灣 和日本 包括其他南太平的國家 我們首於太平洋戰區 所以 他明令總結就代表民軍 來台灣接受日軍投降 把日軍的武器設備 繳械 什麼明令 這就是 盟軍統率 因為 美國 他單獨來 攻打台灣 來鋒炸台灣 所以 建行之後 美國是 征服者 對日本 還有對包括台灣朋友 他是征服者 征服者 依靠管理 來分配 什麼人去佔什麼地方 所以他就明令 正在 你台北 明軍先來佔台灣和平 OK 都是 現在分配 北緯38度以北 包括 中國的東北地區 他是把分配 這些日本軍 要向 蘇聯軍的 遠東軍區的 總司令投降 這就是 主要佔領全國的 他會這樣分配 什麼人去佔什麼地方 OK 好 這是因為 美國是日本 台灣的政府 他比較有管理 來分配佔領區 包括 北越 16度 以北 包括台灣和朋友 是鄉中街舊 來導航 你注意 他好像說 向鄉中街舊 來導航 頭前無課 中華民國 同時 他說 北緯38度 北安和東北 要向蘇聯 蘇聯 這是一個國家 遠東區 總司令導航 獨特 無聲中華民國 只說蔣介石 是元帥 OK 這就是他們怎麼 因為 那時候中國 有四個代表中國的政府 有一個是 延安的毛澤東政府 重慶的蔣介石政府 南京有一個 黃金衛的政府 來 還有一個萬祖國 是 誰可以代表中國 不知道 所以不能把中國 加在蔣介石的頭項 再來就是 依據究竟我們 和平條約 第二條米 日本放棄台灣跟平尾 這是 只是放棄台灣跟平尾的管轄治理權 這個管轄治理權 就是因為你被占領以後 台灣跟平尾的管轄治理權 就有 占領軍 接管 再來第三條 美國對日本是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這個日本當然是包括日俗的台灣跟澎湖 這就是法理的一些依據 這兩行 剛才 不要再做一般民營一號 再來 對日和平條約的擬定 還要包括 蓋五十一個同盟國來協商 這都是杜勒斯所主導 這個杜勒斯是由美國聘任的一個特使 他要去蓋其他五十個國家 要去協商 要怎麼 分配說要怎麼正式的佔領 要怎麼來下這個和平條約 來怎麼起草 要去整合 你看 為什麼是美國聘任杜勒斯來主導 他是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OK 再來 依據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在一九七九年四月 齊十 訂立 追溯到 一月齊 因為一九七九年一月齊是 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 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這個斷交 所以 美國的參眾議員發言說 這樣不對喔 你如果沒有關係定在台灣關係法 來保護台灣 要再追溯到一月一號 這比較不會蓋 東西的 麥克阿瑟一般民營會長載 所以要關係定在追溯到一天 這是美國依照 舊賓山和平條 依靠管理 跟這個義務來定理 我們都不聽過英國台灣關係法 也不聽過法國台灣關係法 另外 它是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內法 比如說人 他剛才美國參眾議員 訂好通過 高票通過之後 他要實施 他要訂的時候 也不用跟台灣人參選 他要實施嘛 進行實施 都不用跟台灣人參選 這是主要占領全國征服者 他有這個權利 有這個最高的權利 再來我們來看 1982年 美國雷根總統 對台六項保證 這當時 美國要跟阿公簽這個 817公報進行 那時候 有消息放出來之後 政府全國 包括這些中國人 包括台灣人 也都很緊張 都想說 台灣要讓美國出賣 有可能這個白區公報 會出賣台灣 那時候 美國對華白皮書 發布 那時候 國公內戰 應該就已經 開始 戰敗的跡象出來 那時候 美國對華白皮書公報 剛才 押垮肉頭的 最後一根稻草 那一個發布 國民黨 兵敗如山 蘇山島 輸了很快 裡面一個大半江山都 有 共軍 占了 但是那時候 他們 他們的劍書在走 他們自己的報紙 還報到只有劍 而已 你看他們中國人 玩這個文字遊戲 他們的報紙怎麼報呢 劍書 撤退 他沒有說撤退 他說 我軍轉進 撤退是這樣 他不說撤退 本來這裡在修前 喔 啊 我們平歷書人 撤退 他說轉進 我軍轉進 神術 喔 很厲害喔 一日千里 喔 厲害喔 我看報紙 大家說喔 厲害 後面再加一句 你看 我軍轉進 神術 一日千里 火招到離開 共軍追趕不及 這樣厲害 我軍轉進 神術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說得好像 一件而已 怕輸說得好像一件而已 你看他們 有夠厲害 現在是 所以 所以透過 外交系統 去跟美國要求說 因為那時候 台灣民心浮動 很多人都 住土地金買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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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飛機買 就飛出來了 有的冠軍在辦移民 所以人心騷動 所以要求美國 你要發佈一個 比較好的消息 來安達台灣的 中國人跟台灣人的民心 好 所以雷根總統就 對台發佈這個六項保證 我們來看 他怎麼下 第一 他說 美國 無意對台灣軍售 設下截止日期 第二 美國 美國 對台灣的軍售 議題 首先 抗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祝勝 你注意看 都有一個對台 對台 這已經 1982年 這是台灣關係法 生效 三年 這個對台 這個對台 這個台式 台灣關係法 來 台灣 就是 台灣 治理當局 因為美國 跟中華民國斷告 以後 他們所有的外交系統 官員都不能再說 中華民國這世紀 他只能說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他現在 所在說的 這個對台 這個台式 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 不是 不會讓我們台灣人 美國 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壓力之下 來停止 對台灣的 增速 再來 就是 美國不會修改 台灣管理法 再來 美國 沒有意識 扮演台海中華的 中介者 美國 不會是 壓力 給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典開談判 這不論是 商業談判 還是政治談判 美國沒有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 有租款的 這個注定 好 我們 聽到其他國家 對台灣有任何的 保證 還是承諾 沒有 這代表 我們抗美國 絕對有 很好的關係 不然 沒有 這個 索連 還是 俄羅斯 還是法國 還是英國 來對我們 保證 這就是 我常常用一個 買禮 就像說 男女朋友 交往 一段時間 感情很好 好 好 啊 倫錢分架 好 不然就手 手 啊 如果 男女朋友 要帶女方 一定要把女方保證 好 你如果叫我 我就絕對 給你吃好 做勤課 好 每一個月三萬塊 你買什麼 另外三萬塊 你買化妝品 好 還有三萬塊 你利用 好 好 這樣 跟保證 這女孩子 還要嫁你 你如果沒有相當的關係 你牽在那樓邊 一個人 就來說 你嫁我 我 每個月十萬塊給你 人家一定會嫁你 沒有 沒有關係嘛 香港 你三個月來 說 一個月十萬塊 人家一定會嫁 好 所以我們絕對是有 你要從法律上來看 到底是怎麼 美國 特別是台灣 台灣有些 可以說下指導期 好 什麼事情都美國要管 好 再來 台灣的新町的熱山雷達基地 是怎麼 要管美國的國基 這個 在海拔兩千六百五十公尺的 管山點管 這個是最新 先進的鋪路爪雷達 全世界都沒有超過七座 台灣熄一座 日本也熄一座 那麼這個 它的 增收的半徑是三千公里 包括中國的內蒙古 包括北韓 他們發射大普通飛彈 我們這裡都有收到 但是 這個當初設計的時候 是說 要花差不多三百億 在阿扁時 那時候 變預算 那麼 等到 兩千公佩年 馬英雄算到 了 美國水要求 要追加預算到一百億 到四百億 為什麼要追加預算 那一百億 就是要做一些加密的設備 因為 美國對馬英雄沒有信心 所以 他很怕說 這裡有一些 徵收到的訊息 他會洩漏出來 現在這裏面 都在操控的 這些人 都是美國 人都是美軍 只是他一千變福 你看 我們台灣人 還沒稀金 開四百億 所以蓋起來 是美國人在用 美國人在操控 他所有徵收到的 這個資訊 都連結到 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 的司令那裡去 中國軍 中國美國國軍 買資料 就要看美軍發展 還是說 這個資料的 機密等級 就比較 讓你們三軍的指揮部 去參考就好了 其實 都美軍在掌控 台灣人 立的 雖然沒辦法 中華美國也沒辦法 像他的旗那裡 在那裡 連掛到 半個空中也沒有 是 只有美國國旗 代表什麼 美軍 佔領台灣嘛 沒有 一個軍事設施 在台灣 讓你說 一些美國的 美軍的 如果要進入人的領空 軍機喔 這樣不可以 像當初差不多 好像 兩年前 美國的一隻 EPC 好像EP3C的話 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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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號 就是一個 電子徵收的 輔領機 在中國的 沿海 在沿海 在沿路 沒有沿路 沒有沿路 任空 解放軍 派他們 建造機去攔截 還挑釁 把美國的 那些 美國的 那些 美國的 輔領 不像 潑降在海南島 沒進入人空 人家就很反對 就很害怕 那你如果 飛人機 軍機 如果進入人的領空 就能打下來 就像 西里亞 土耳其的 戰鬥機 也是 背在 林海 林界區 那裡 就 西里亞 用飛團打下來 所以 這個軍事設施 你要把他採大人的地方 就在那裡 是真的你的佔領地 不然 你不能歐白天 放軍事設施在這裡 好 在對一國 在替台灣 富裕 我們可以看 我們這個 去年 三月 是 屏東的 這個 修流區的 當時 當時 佛立兵的 公務船 打死 好 台灣民心沸騰 是不是 我可以叫 就 派海巡署的 德信箭 那要去富裕 老百姓 就不歡迎 說這樣太軟了 他就派 基德箭 直接出去了 那 王協助說 基德箭 才會掛美國國旗 好 這就畢竹上 這就標示說 所有的 中華民國的三軍 都已經有美軍接管 所以 三軍沒有司令部 因為三軍 都是美軍 台銘總司令部在掌控 他們三軍的指揮部 OK 中華民國三軍 暫時的指揮權 是在美軍 太平洋 手 手 手 這跟韓國一樣 韓國 他也是 韓國 他現在普通時 是韓國的 這個 指揮官 統領 這個 美軍 跟韓軍 但是 南北韓戰爭 破壞 美國這個 副司令 就起來 關 美韓聯軍 那麼 在 三年前 美韓聯軍有開會 決定說 在今年 2014年 就要把 暫時指揮權 魚交燈 給韓軍 這個 指揮官 結果 因為 兩年前發生 因為有一個 天安劍 不明原因被炸成 所以 韓國 軍方 官員 又要求 暫緩 在 2014年以前 把 戰爭指揮權 交回來 韓軍 有時候看 其實美 韓國 日本 也好 包括台灣 都不是百分之百 主權獨立的國家 看起來 韓國 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你只想 日本 還有駐紮美軍 修改 修改憲法 你不能有軍隊 你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力 這標示說 你有一些主權是被限縮 被禁止 好 好 好 韓國也一樣 你看 他的 戰爭時的指揮權 就併在 美軍的手臂 好 很少 韓國 日本 台灣 這三個 你加上 大日本地國 好 好 美國核電的意思 好 你如果當選流氓 中華民國的總統 都要接到 美國的核電 好 這就剛才 一般民營地下 將來就這樣 一脈相傳 好 2004年 三一九 槍一案 之後 夾工 也是 旁邊卡電 連政跟 宋秋如 那時候 合作 發生這個事 怕會再選 連政跟宋秋如 我們兩個合作 一分而已 沒關係 繼續選 哇 算數到2萬幾票 你換算 誤差多少 數0.228 事件好像有關 剛好 所以 他們拿的 很不爽 很不願 霸佔 凱達 格蘭大道 在那邊 整個禮 那整個禮 那些火電都沒有來 所以 藍綠都在等 美方火電 尤其綠軍 在等火電 那個心 我們自由心 結果 阿嬤準備 把那個 美國災災協會 理事 那個 夏欣 要求 要問說 是怎麼火電 都沒有搞 結果 那個 夏欣就 嚇到那個問 白公 白公說 你們如果 中華民國中全會 如果把那個打出 盤權 政書 打出 半點前 來火電就搞 所以 藍綠都在注意這件事 現在黃石政界主任委 把這個 當前政治要打的 是 兩個人都要QQ六六 錢到補了 都破了 所以 打去那個 尊敬就 是用鐵 但是 人家的 連拍 隨便打到 把這個鄉民 嚇到白公 所以好點 半點前來 搞了 拿贏 他們 整個 潰散 他就知道說 美國這個 老闆已經成任 藍綠平 做總統了 所以又亂不到 所以就潰散了 你就知道說 什麼都是美國 說了算 好 因為時間管理 我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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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後 回來告席 謝謝